8000多元单价买坦粥 燃楼带上装修 百分之百二的实用率 这样的单位你又感不感兴趣 有没有人啊 欢迎回家 欢迎回到你93平方的家 看看你家里有没有一个惊喜的感觉 买这个单位只需要8000多元的单价 然后送了全屋非常多的面积 送了饭厅送了厨房 还有一个超大的L字形南北对楼的大厅 只用了8000多元的单价 当时你买的时候 还要是全屋带了装修 全屋带了装修 你只需要添置一些简单的家具就可以住了 这样简单布置一下 是不是很有氛围感呢 我们这个这么中式 这么典牙的家庭的话 这些布置加下来的话 全屋都不用10万了 非常便宜的 这间就是可以给BB做BB房了 卫生间的话我们有两个 这个是一个三房两位的设计 我们每间房就送了一个有80公分阔的飘窗台 这个可以打了它或者做塔塔米都可以 主任房也都非常大 L字形的这个大飘窗 彩光简直是一楼 82平方做三房的单位你就见得多了 但是82平方送一间房给你 你又见过没有呢 我们这个户型的话 是一个南向的大三房来的 由入门口这个位置就整整送了一间房给大家 还要是一个大房来的 你不要见过他现在做了一个书房 实质上的话 你在这里放一张米5床或者米8床 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这个户型的话 是一个餐厅厅一体化的设计来的 南向的一个大三房 我们厨房部分的话 其实它是有一个露台位置 推了出去的 所以这个长条型的厨房非常宽阔 素的面积都不差 是啊 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厨房 刚刚我们这个位置 看出去的话 就全程没有遮挡 可以看了坦州的景观 甚至看到我们珠海的这个 这个象棍山 视野非常的开阔 彩光也都很好 再来看看我们的房间 那这边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宫位部分 三间房的话 大小相对来说都比较平均 这间房间没有开灯的情况下 大家看看我们这个彩光 前面也是没有遮挡的 LG型的大飘窗 扣光 接着来看看这间房 这间是一间大房 同样也送了一个飘窗台 你看看这张床太小了 我们可以联网的飘窗台 做一张两米的大床 都够了 这个厅位我说它是80平方的弧形 你敢相信吗 我不相信 看看 宽不宽阔 百二方能够做到这个视觉效果 你都已经觉得它是物有所值 但是各位朋友 这个弧形它只是80平方 八百尺的单位 有这个厅 你直接可以在这个厅里打到羽毛球 火增架实 80平方 没骗人 没花没架 80平方有这个大厅 还有南北对流 整个厅位的空间 目测的话是超过了40平方 有四百多尺 真的确实很大 很大 这个厅位很豪气很舒服 你完全不会觉得它只有80平方 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真的赠送率非常高 送很多 这个位置 它现在就弄了一个小小的书房 会客区 自己的一个安静的小角落 这个位置是传送的 其实它是一间房 送了一间房 你这个户型的话 是一个两房 但是它送了一间房 就是一个三房单位 你可以像它那样做到这种视觉效果 就是要一个大厅 那就是一个标准两房 如果你想要房间科 你这里就做一间房 做一间房 那我们的话 都是南北对流的厅 但是就可以做到三房 你看看 这个位置 它利用了我们的飘窗台的位置 整个房间 这里放一些储物的空间 然后呢 上面放我们的咖啡机 炸汁机 焗炉 烤箱 我觉得很正 很多储物空间 很多储物空间 甚至这里做一个酒窖 都可以 完全可以 很正 然后这里的话 是一个房间 房间 这边就是我们的厨房 虽然这个厨房显得比较小 但是利用外面的空间 我觉得真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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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住 甚至是一家三口四口 这个空间完全足够了吧 如果是我打电视背景唱 不要 有个厨房 超大的大厨 像不像我们御峰名门的 128 128 有点快 有点快 但是这里才是80平方 这里高性价比 八千多元的单价 现楼带上装 不是御峰名门 而是御峰名门更有性价比 房间的话 主人房是一个L字形的飘窗 这里看出来的景观就很适合 没什么遮挡 彩膀很好 坦州八千多元的一个单价 买现楼大装修 使用率的话 还要超过百分之一百以上 赠进面值非常之多的一个楼本 而且我们用材用料 以后交楼楼标准都非常之高质素 这个项目的话 在坦州来说 真是超高的性价比 如果各位朋友仔 又想买 位置近回我们 讲座大桥少少的 价钱又实位些的话 可以考虑我们这个项目 还有我们这个项目 现在就推出了一些 国庆的特价单位 价钱都非常之吸引 有需要的朋友仔 千万不要错过了 持续follow阿因这个频道 下期再见 拜拜